為什麼花水很厲害 除了是它很天然以外 因為精油嘛 精油在萃取的時候 它有很多不一樣的萃取過程 那不管它在怎麼萃取 我們精油要萃取出來 它不是會有油 然後在萃取的過程當中 它產生的那個水蒸氣 那一些水蒸氣裡面 本身就含有精油的些微成分在裡面 那它的成分很單純 就是在萃取這個精油的過程當中 產生的那一些 含有精油成分的水 所以它這個水非常的少 所以它其實是非常稀少 剛剛我們在setting的時候啊 我跟莎莎每一次就最喜歡 在setting的時候準備的時候 就拿起來 狂噴 非常噴 我們兩個現在都是有帶妝的 然後呢 為什麼我很喜歡花水 是因為花水它的分子細到 你即便是帶妝的時候 你都可以噴 它不會讓你的妝溶掉 你要補妝之前 它就會是一個非常好的 補妝的化妝水 所以我自己平常呢 是化妝台一罐 然後浴室一罐 然後隨身攜帶有一罐 我會去買那種噴霧型的東西 然後把它放在裡面 對 它本身已經是做非常細的噴霧了 超級細 所以 如果我們在買這瓶花水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講的使用方法 就是你噴 然後你大概停個15秒 30秒 你會很驚訝的發現 原來用花水當化妝水 你的肌膚就可以呈現空潤的感覺 我那個時候就是在用這個花水的時候 驚為天人 所以我會很推薦大家 每一個人都要有一瓶花水 那如果你今天自己櫃上 還有自己的化妝水 也沒有問題 因為我剛剛有講到 花水是最純 最單純的成分 它就是水跟精油而已 它分子很細 所以我自己在使用的時候 我會前面先用花水 然後後面再用我自己其他的 機能型的化妝水 所謂機能型化妝水 就是它的成分比較複雜 分子比較大 它可能有抗老的抗皺的 垃體的各種的 那些都是機能型化妝水 你就先用花水 然後再用機能型化妝水 然後再用其他的保養 告訴大家 不管一年四季 你的肌膚狀況 一定都會hold得很好 其實像我有時候擠完痘痘 我那個擠完粉刺 有時候我可能 還有點稀稀 對 或者是其實 還有點紅紅 我就會立刻用它 用濕膚的方式 去讓它鎮定 我覺得它的鎮定力 是快很快 我是真的很推濕膚啦 但是我個人其實就是 蠻懶的瓶 蠻懶就是瓶瓶罐罐 然後我就是覺得 最前面的其實清潔做好 然後再來就是你保濕做好 其實你皮膚正常就會蠻好